新闻生们 最近我是宝洁 恒大之前已经公布它的财报 公布它的财报 它有10兆的债务 10兆的债务大概是 人类公司有史以来 最可怕的一个债务 可是恒大它就像一个活江士一样 它不死不倒 它就撑在那个地方 中国也不处理它 可是它现在做了一个动作 它向美国申请一个破产的程序 申请破产程序就说 我真的已经撑不下去了 不要再逼我了 而且它根本就是处于一个 倒闭的状态 而现在当恒大宣布 我已经倒闭了 就算你中国要把我撑在这个地方 就算中国你要把我变成了 一个不死不活的活江士 我都撑不下去了 如果真的恒大进到了 这个破产程序的话 大家关注的是 那接下来会有风暴产生吗 接下来真的会出现一个 非常恐怖的骨牌效应吗 因为现在光是恒大的手上 就已经有很多的烂围楼 恒大的手上已经有很多房子 你没有办法交屋 恒大很多的房子很多的地产 你的上下又包张 你根本付不出任何的钱 付不出任何的款项 那这个已经造成一个风暴 而且这个风暴还不是只有恒大 现在在全中国25个省份里面 有326处的建地 现在已经出现烂围楼 如果现在恒大两手一坛说 我已经没办法了 那这个烂围楼就成为事实 烂围楼你现在保交已经不可能了 那烂围楼的风暴就会起来 烂围楼的风暴起来以后 只有恒大吗 如果不是只有恒大 这326处的建地 也会产生一个骨牌效应吗 甚至现在中国的整个债务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不是只有恒大出问题 我们讲的碧桂园现在有问题 万达有问题 他们讲的现在 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 中国房地产公司 都有非常严重的财务问题 如果这些财务公司 都走向恒大的后山 进行一个破产的程序 进行一个清理的程序 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多可怕的灾难 而且现在这个风暴 已经进到了金融单位 进到了金融单位 我们刚刚讲的之前的融创 融创已经非常清楚了 它已经造成数万人 可能拿不到这钱 数万人可能 本来说会变成一瓶如戏 这个风暴 会继续的扩大之中吗 好 我们先请到两边 这个大方首席的 财经专家黄收收你好 大家好 好 电视每一道 电视报都在文字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政律专家李廷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自身媒体的黄海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自身媒体的黄亦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自身媒体的 社会记者李宇峰 大家好 今天许家印 下面有个提出说 我现在这个破产的申请 破产申请就是代表 恒大倒了吗 恒大垮了吗 许家印现在已经完全 不管恒大了吗 如果你完全不管恒大 那恒大在中国的 这些烂尾楼 怎么办 有人要接手吗 还有 现在不是只有恒大 现在我刚刚讲到的 还有碧桂园 还有万达 还有荣创 这么多的公司 都有财务问题 难道都会比照许家印 对 一个一个挂掉吗 而且事实际上今天许家印 恒大在美国做了一个动作 震惊全世界 为什么 他对美国法院提出说 我要申请破产的保护 所以简单的来说 他在美国的定义 或是外面的定义里面 恒大公司已经进入 破产的程序里面 破产了 对 但是他在中国 能不能够破产 不能够破产 所以他在中国 是个僵尸企业 因为他目前为止 对许家印来讲 他在中国欠了10.5兆 我相信 他也没办法还 所以他做的这个动作 是怎么样 我讲了很简单的例子 美国破产保护之后 谁都不能够动这笔钱 谁都不能动 连中国共产党 你也不能够动这笔钱 那这笔钱呢 慢慢来用 慢慢来用 许家印搞不好有一天 能够再把它活化 搞不好这样 可以活过来 所以他就 再留中国 前进美国 所以他这一刀是 把中国跟美国给切开 对 中国你不让我破产 你中国让我一边活将士 你让我不死不活 不生不灭 对 那我就等于到 我该是不管了 不管了 因为我两手一胎 我现在 透过这个破产的程序 我要保护 我得说美国资产 有多少留多少 所以才会 再留中国 前进美国 那这个动作说下来之后 搞不好接下来 很多厂商说 原来还有这一招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前五十大的 这个房企 已经有四十七家 出现的危机 另外前十大 有这个月末一半 前五大有三家 所以他们这些公司 在海外都有很多资产 所以我现在都把它扣留住 你共产党 反正你中国赔了 那不关我的事 我在海外都完全破产保护 日后搞不好我可以从这边 再重新东山栽棋 所以如果恒大许家印这招有效 而且他们现在公司 从上到下都在搞离婚 如果你这个黑龙赤斗 你现在这个赤云赤斗 你这招成功了 毕贵人一定这样干 万达一定这样干 荣创一定这样干 然后这个风暴就来了 所以这倒霉是谁 所有中国的投资人 所有中国的债务人 还有所有中国的房屋持有人 你倒霉了 这些高管全跑了 刚才宝杰提到 恒大现在上上下下都在离婚 所以他们现在想办法要脱产 另外一个 毕贵远的杨慧妍 他已经拿了赛普路斯的护照 走人了 然后他把这个钱 移转到香港的基金账户里面 所以现在真的是 再留中国 他们都已经前进到海外去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内部 这个所谓房地产风暴 是铁定报 因为他们公司高层 已经无心在管这些事情 好那刚才讲的 现在中国25个省份 有至少326处的建议出现烂尾楼 你说这是一个保守估计 因为2022年的8月 就没有再统计了 所以这个数字只会往上 不会往下 那这么多的烂尾楼 对 然后都不管了吗 抱歉 大罗天仙也难救 真的 为什么这样想 你看这是2022年 去年8月的时候 烂尾的这种况 然后另外这是 烂尾停贷的这个数量 保健上 那不是停住了吗 中国好了吗 不是 因为他们没有公布了 所以就是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也都没有公布 所以就是这个数字 但是现在的状况 绝对是更加恶化的一个情形 而且光恒大很可怕 恒大在江苏 恒大在广东 恒大在福建 在很多地方 它全部都有楼房 这些楼房 现在难道都不管吗 而且这个楼房不是讲说 我有的人已经付了头七块 付了头七块以后 贷款我要付 比如说我就变成被割韭菜 另外不是很多的工人吗 他的所有的包商 也都拿不到钱了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 恒大在建工程 至少有上万动作 有上万个 这个房主 但是他们目前都拿不到 郝龙跟他讲 他得了这个所谓烂尾楼多少 在广东的这个 这个越龙湾这个地方 越龙湾 这是当地一个非常知名的建案 现在也是变成是烂尾楼 好 广东是这个样子 那你不只是广东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子 那不是广东 你看这个广东 地基都下线了 对 不只是广东这个案子 你看江苏城 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 这个所得高的 你看他们在数千市 在靖江市 扬州市 还有在镇江市 全部都有他们的案子 但是全部都是烂尾楼的这个状态 完全没办法盖下去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看起来还可以住 对呀 美不美奂 而且有的里面是根本都没有装修 没有怎样 反正他现在 而且现在也没办法过户给你 因为没有完工 也没有验收 所以现在就完全摆烂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些房子 对 现在看起来美不美奂 可是里面都不得使用 对 这基本上都是烂尾楼 对 因为他可能搞不好 电线什么都没有签好 而且没有使用牌照 你也不能够住进去 对 所以现在完全都是放在那个地方 很多屋主忘乌心探 明明盖好 我不能够进去 对 因为没有资金可以盖 那不只是这些屋主倒霉 你看 这个恒大江苏现在的工人就说 欸其实我们从四月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没拿过钱啊 欸现在已经很久很久 都一段时间 然后还有 心里真是 说句实话真是焦头烂的 我从六月开始到现在 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这是相关的公司 所以那事实上 从之前到现在为止 恒大本来就是一个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他烂尾楼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些包商早就已经在抗议了 这包商早就已经受不了了 抱歉这是在哪里 这是他们在抗议 在河南的这个地方 河南都有 对 河南这个地方 而且河南很多地方是 他们在挂这个所谓布条 布条说什么 你是你许家瑜坑遍乡亲父老 有何颜面再见相亲父老 许家瑜是河南人 对 河南州口这个地方 而且当初他还有盖什么学校啊 还有组合 现在很多人对他是相当的不满意啊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 所以坑遍乡亲父老 对 你看他们就是什么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前几年 他风光地帮我们修县里面 第一个高级中学 然后叫家印中学 那听说里面设备都不错 但是现在许家印 你老乡都以你为止 这么惨 过了几年就完全这样 那你知道很多烂尾楼都这样 譬如说像这个郑州的烂尾楼 郑州 他这个烂尾楼非常 这个原本是气势辉宏 他盖一个大造证 就这个 就没想到最后盖到最后 只有这个牌楼留下 其他里面都没有任何一栋房子 只有牌楼 对 没有房子 这房子呢 房子没有钱 你说连地基都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钱可以盖了 好 另外一个 他有这个1600亿打造了一个人工岛 人工岛里面来说也是一样 完全都是烂尾楼的这个状况 甚至还有恒大中山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坍塌的这个状况 因为他要赶工 所以坍塌的一个情形 那甚至还有什么 整个地基下线 对 还有这个人也是一样 买了这个楼 原本是还不错啊 旧面下也是一样 他的地基也是往下坠 而且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地基泡水 然后这个钢筋已经 有一个腐蚀的这个情形 你说这个地方 对 已经腐蚀 所以你又即使 这本来是一个地盘 对 就变成泡水了 那你即使是真的 日后能够再重修 你这个到底要花多少钱 能够做 到底全部都 没有人知道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等于说 恒大只是冰在一角 现在的碧桂园 很多的倩案 对 都跟在后面 我们就说 碧桂园影响 其实会比恒大更加严重 因为碧桂园是这几年 中国所谓建案 第一名的这个状况 但是你看 这是一样 这是在碧桂园 北京这个地方 叫核世界 保险这民众是怎样抗议 因为他就说 我们这个房子盖了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 就像这屋主维权 他们也是很厉害 他们就在外面 给你扎营 他们给你扎营在这个地方 你要弄多久 我就弄多久 你这个核世界没法 他们就在那边扎营 你说这个就是住户 在外面扎营 我就看底边 有没有在对我认真盖 他们永远在这个地方扎营 跟你在那边拼 好 拼死活这样一个状况 那因为你看 这还是另外一个 北京的这个一号天 一号天启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他们还在盖 问题是目前为止 都是盖不完 他们这到几乎都是完全盖不完 他说碧桂园 目前为交付的房子 大概有90万套 所以有90万个购物者 那他在三四线城市 所以这些冲击更大 那以目前为止来说 碧桂园 一共有3.3万个供应商 有7万多个员工 恐怕都会面临到失业的压力 风暴会非常可怕 这个风暴不只是中国内部 中国内部现在是不能讲 国外媒体都在关注 连日本媒体都去真的去看 日本媒体他们就第一手的报导 他们说什么 这个我们刚才讲到 恒大这个核世界 就是这个所谓屋主 跟你们在互相抗议的这个地方 现在是烂尾了 他也去拍了 你看他们还说什么 你看碧桂园业主维权第几天 这已经95天了 专门每天就这样 不断的在跟你抗议 另外这是在天津 天津的金融大楼 他这个是约莫是117层的尬楼 到目前为止摩天楼也没有盖完 他就整个完全摆烂在这个地方 他连摩天楼都是烂尾楼 没有盖完 对 你要知道 高597米未晚的这个高层的这个楼 就是这一栋没有完成 另外一个还有去上海 上海也几乎是完全没有 所以目前为止 整个中国房地产几乎是 你在中国各处到底都看到 没有盖完的房子烂尾楼 甚至没有完成了这个屋子 一大堆的这个状况 好 那之前 当日我们看到了当恒大了 当碧桂鱼了 你都觉得中国还是有可能控制 可是当这个火烧到了 中榮信托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味道不对了 这个味道依然的 有这个所谓的雷曼时刻的到来 因为你已经冲击到了 这个金融代位 果然现在已经很多人 冲到了中榮信托去要钱 跟着要毛发青 也就是他们的党委书记 要钱 要钱里面有个数字非常可怕是 基本上冲击多少 15万人 对 15万人都是有钱人 而最多的一个人 知道不知道 市长50亿人民币 50亿人民币大概就是 200亿台币 对 就这样没了 而且你这样讲话 在中国是不能够 你不能说什么中国的 雷曼时刻 中国说现在 他们官方也在取缔 你说这样话 我不能这样讲 他说这是叫做小作文 我们在作文章 根本没这件事情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样说 实际上中国有家公司 叫中榮信托 我们讲过 中榮信托 他去投资房地产 他其实就一点 类似雷曼兄弟 这样一个状况 那他现在真的爆雷 因为他投资的房地产 全部爆雷 所以他原本要付给 投资人的这个赎金 付不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 你要给我赎毁 我也付不出来 我摆烂 所以现在这些人 毛发青还钱 毛发青还钱 他们去跟中榮信托的 党委书记 在那边抗议 去他家抗议 但是抗议来说 你没有用 反正他双手一摊 我没钱可以还 而且我没有想到说 他现在是真的 所有的人 钱 投资在里面的钱 全部归零 保洁这个割球菜 割到多夸张 你看他就说 这次爆雷的几个产品 里面来说 高资产的份子 有15万人左右 然后债权的基金 也就是说他们投资 约目是2300亿 注意这个单位都是人民币 然后个别客户 最大金额是50多亿 所以这些人 完全都被割球菜 而且你知道 割球菜 你觉得就只有 这一家装容信用 不是 其实紧接着 要准备迈入倒闭的 公司越来越多 你看 今天恒大就告诉你 他在海外 已经算是破产的 这个局面 你觉得 如果恒大都这样 其他公司 那更不用讲 也是一样 大概撑不了 多久的局面 那另外恒大有一个 让我完全瞠目皆舌 你已经欠了10兆了 你已经欠了这么多钱了 你根本没有想要负责 你只讲两手一摊 两手一摊 根本要是 到了最后一秒钟 他透过他的恒大汽车 又从什么沙烏地亚拉伯 搞了一百多亿 对 抱歉 那至少我就觉得 这个许杰安真的非常厉害 为什么 恒大大概是倒了 就你知道恒大准备要倒的时候 他还留了一手 这一手真的非常夸张 因为恒大旗下 有个恒大汽车 那恒大汽车 它其实百分之百 是处于恒大集团所持有的 所以过去呢 这个是这样的股份 但是现在 恒大集团突然发好信 说 你恒大汽车捡我钱 不用还了 而且我们现在 重新发这个新股给你 发新股里面 我恒大只有占65% 其他一部分呢 给这个许家印 其他一部分给这个丁玉美 就是他们居然也 从没有恒大 变成是有恒大汽车的股份 然后同时 我再引进一个新的资金 来盘活这个恒大汽车 那恒大呢 我就不管了 所以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这一手来说 你就觉得说 哇 许家印真的是 处处在留后路 准备要撤退的一个状况 是 大家都看到 中国现在感觉 要面临一个艰难时刻 而这个艰难时刻 中国也做了一个动作 好吧 我就开放我的观光客出去 开放观光客出去 我就改善各个大家的关系 结果没有想到 布伦伯尔居然讲了 现在中国已经开放 它的观光 但是就有非常少数的人 可以进来 非常少数的人可以出去 以前不是讲吗 它这些都财神爷呀 你今天到了日本 买气最好的是中国人 你今天跑到了法国 买气最好的是中国人 你到意大利 买气最好的是中国人 可是你现在开放以后 没人出去 不但是没人出去 更可怕的是 也没有人要去中国了 对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要清理 在强打清理的过程当中 当然不能出去嘛 整个国家好像进不去 出不来 但是大家终于等到了 全线是开放 终于打开了 但是呢 但是几个游客 都在等到 什么意思 你打开了之后呢 其实世界各国 都在等中国大妈 日本一去都是很少的 是整条街 阿美横丁 每家店都少 然后呢在欧洲那边也很期待大妈去 对 第一个 YSL也要你来买嘛 Gucci也要你来扫货嘛 Rivitone也需要你嘛 还有很多AP的PP的名表都去 但是都没有等到 没有 他们都出不去 人呢 人都没出去啊 好 他们也在期待说 你能不能进来 外国观光客也可以进来 然后带动他们的一些消费需求嘛 但是也没有 你看到现在来讲 在2023年的第一季 只有5.2万人 5.2万人是什么概念 疫情之前呢 是2019年 第一季是370万 370万对比5.2万人 雪少了99% 而且这5.2万人里面 有一半是台湾跟香港的人 对 5.2万人里面还有一半是台港澳的人 所以接触都没有人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兴机场的用船区里 过去是封锁的 现在已经开放了 但还是没有人 而且你去看北京故宫 以前外国观光客去 你一定到北京故宫去看一看 拍个照 不然就是去长城去拍个照嘛 但是你现在看到里面 他们说里面大概20个人 30个外国观光客就算多了 都是他们自己 内地人自己去玩的 你说以前你不要讲 你一定看到很多不同肤色的 或者超不同语言的 结果现在你在北京故宫 你根本看不到不同肤色 跟不同语言的人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出现两个状况 这两个状况就是外国观光客 有一点进不来 也不太愿意进来 但是中国大陆自己的人 因为经济上面的匮乏 他也出不去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报复剧女友 有 但是就他们自己在他们大陆里面玩 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国旅 中国外国观光客减少 大白以为说是反戒铁吧 特别美国已经说 我把中国列为第三级 第三危险局 你要去中国 你要重新考虑 好像是你去了以后 你的人身安全会出现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资料 不是 很多人还是想去中国 对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去中国面临的麻烦 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对 你要去中国 你要想我们出国去哪里 我们就是要花钱 但是到中国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过去微信支付 逼一下就好了 过去支付宝 逼一下就好了 但现在很困难 很难 现在来讲的话 他说有一个制片人 他叫科斯曼 他就想说以前过去 你支付宝逼一下就好 但是你现在来说的话 你支付宝无法开通 为什么无法开通 因为他说以前 你只要上传一次你的护照 你在机场 其实他有规定 24小时内要开通 你到那边逼一下 说上传护照就可以 他现在五次 尝试上传护照照片 都没办法 重新启动支付宝的账户 也都失败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支付宝的系统 微信支付的系统 不稳定了 不稳定 跟过去来讲不一样 过去来讲的话 是一个国家来支持他们 让他们这些巨头 以前阿里巴巴是大企业 以前腾讯是大企业 阿里巴巴跟腾讯 我就会做好最好的服务 最好的维修 最好的管理 就像你去搞阿里巴巴 你去搞腾讯 没有想到 让你的数位支付系统 变得这么麻烦 那他讲说 那我去付人民币 他说没有 现在中国大陆 为了控制他的人民 全部用数位支付 就你的数位支付 外国人来了以后 我有人民不能用 我有美金不能用 然后你的数位支付系统 又让我 没有办法上传 没有办法使用 对 没有办法上传 没有办法使用 大家可能以为说 那你就想办法 去跟他换钱或什么 第一个 他们根本不收纸钞 不收纸钞 他们的小贩 他们的饭店 谁在那 他们连去买个香蕉 他们旁边都有一个二维码 你就少这个二维码就好了 买香蕉这个二维码 他这个有现金 也不能用 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玩 我总是要搭车吧 但是你不能用支付宝 你不能用微信支付之后呢 你就没办法订票 因为他是直接扣的 你没有办法订票之后呢 你就没办法去比较好的 或是比较远的观光景点 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叫滴滴打车 你要叫他们 他们不是Uber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重新再 又连结一个账号 打车的账号 你没有支付宝 你也连结不上去 我要搭飞机 我要搭船 我要搭任何的交通工具 甚至我要租车 我都要数位支付 对 就完全不行 所以完全不行的情况之下 让这些外国人 到了大陆之后 他们说是寸步难行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还有些大陆人 不这么麻烦 想办法进去之后呢 遇到了一些问题 观光景点 都把他们当韭菜在割 他们说去过几次之后 多少听得懂 尤其是数字 一元两元 一块两块都听得懂 他说奇怪 隔壁的都是卖 两块钱人民币 怎么到我的时候 就到六块人民币 他就说 以前听不懂 也就算了 我现在听得懂 两块钱 长三倍 对 你前面一个卖两块 我这个卖六块 他就拍影片 他就说 这个东西也太离谱了吧 甚至白天喝瓶装水 晚上去买个啤酒 也一样 也是价钱贵得非常多 甚至呢 在那边也看到了 有这些人直接 跟这些游客吵架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很多的状况 都不像以前这么有趣 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在中国 出现一个问题是 他真的穷了 穷了以后 他的职法 他的割韭菜 已经变得非常夸张了 现在割韭菜 割得多门的离谱 你看哦 这个东西 半夜11点 半夜11点 跑出来要干嘛了 你大家看 以为是要抓酒驾吗 No 他是要抓自行车 因为自行车 现在是他们的身材器具 如果你骑的这个自行车 就是电动自行车 不行吗 你可以骑 但是你要戴安全帽 但很多小哥 我半夜出来 我戴什么安全帽 你看都这么晚了 我就去小区门口 我去买个东西 半夜11点 结果嗶嗶 还是有警察先生来 然后呢 就把你的车 你说你在中国 你再怎么样 一定会被抓到毛病 对 就算我非常小心 我还是会被罚钱 而且非常的奇葩 你说戴安全帽 那是问你人身安全 你不戴 你就要罚200人民币 好 我活该 我就罚钱嘛 现在来讲 广州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你的这个电动自行车 电动车 你不可以装什么 后照镜 不能装后照镜 你不能装后照镜 小哥说 我不能装后照镜 那我要转 我不用看一下嘛 然后呢 很多的婆婆妈妈 我装 我那种电动自行车 是要干嘛 我就带小朋友 去买个菜嘛 不行哦 超过120公分 也要罚钱 然后呢 你讲个几句 我就扣车 我就把你车给扣了 这电动 这些外卖的小哥 到最后 多么可怜 在哈尔滨有外卖的小哥 他不敢骑电动自行车 去外面送货 他送外卖用什么 用电动轮椅 跟他阿公借电动轮椅 这就是说 不过现在来讲 钱不够 交进你出来割韭菜 好 董事长 我们这两天 当然一直讲说 中国这样的经济 可能变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可是我没有想到 现在许家英 真的是两手一摊 像美国申请破产 申请破产就代表 中国这些债 我管都不管了 他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背后 当然还有其他的权利因素 因为中国的 所谓的财富的累积 基本上它是一些 所谓的寻租的结果 但是寻租结果 可是这个现在目前 进入今年的 第二季结束之后的 第三季的开始 现在全世界 也出现很多评价 评价里面包括很多媒体 很多的财务机构 专家都在追踪 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外汇 到底怎么回事 它的利息 他们的债权债务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的大笔的投资 发生什么事情 就发现很多 不可知的黑洞 已经开始慢慢慢慢 扶上台面了 那许家印 还有什么碧桂圆 这只是冰山的一脚而已 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包括国营企业 也开始发生问题了 原始是谁发生的 是习近平搞出来的 习近平这几年的 所谓的根据他反贪腐 搞了 然后要去扮演 去挑战美国 最大的问题是 要挑战美国 好了 这会变什么结果 因为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 有一个叫贝克利教授 美国的外交界的 这种大牌 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结论性的东西 他说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俄罗斯已经衰落 清楚 俄罗斯衰落 然后中国崛起 已经停滞 就结论了 中国崛起 停滞了 表示美国有效 对不对 这两国的企图心 已经造成全世界 对他们的警惕了 他说美国和盟国 不需要 要继续再永久地去 二次去contain他们 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的话 他们就会这样 他们就会摔退 就垮了 这两个国家就摔退下去了 这两个独裁者 现在等什么呢 等什么 等他们两个年龄大 老了 后继的改革者 改革者会来收拾善后 对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 因为他有年龄的压力 他竟然两个都70岁了 对 但时间不多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有一些冒险的作为出来 这个冒险作为 就像乌克兰就是一种例子 就是普丁的冒险 冒进 冒进 冒进的结果就是挑衅 他去发动军事的这种作为 军事的挑衅 内部有麻烦 他外部一定会 一定会寻求 寻取发动战争 而且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认为说 五到十年以后 结果没有想到 今年他是出生财务问题的 他的财政困难会不会提前让他的冒进的决心发动 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然后隔壁一个国家叫金正恩 所以这两天你看到事情发生 什么发生 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 跑去参访这个金正恩 跑去参访金正恩讨论什么事情 讨论军事 合作的大框架 最重要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核武 他俄罗斯要去帮金正恩搞核子武器 俄罗斯帮金正恩搞核武 这个是全世界都反对 而且最头痛的国家是谁 中国 中国一个 这脑袋不胜昏倒 你怎么还搞这个玩意 所以中国现在在干什么 中国的国防部长三月份就此以来 四月份去了一次俄罗斯 这两天 又去了 又去俄罗斯 谈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在会议上大发倦识 中国从来不开空投支票 你要干什么 要去玩家嘛 听都嘛 这样是联动关系嘛 我现在就我看起来我就搞这个资源 这个北朝鲜 其实里面就是笑里长刀嘛 他搞的就是大家里面 你战中有核 核中有战 我现在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换言之讲 全世界都在抵制他跟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事情对不对 那照理论上 习近平不是提出个和平计划 有十二项和平倡议吗 结果你的国防部长跑去要挺俄罗斯 那同样的话 为什么不跑去乌克兰讲呢 就是他选单边了嘛 选单边是干什么 就是跟拜登就跟你讲 我跟你干了嘛 他换言之讲 中俄 朝鲜这些都变成单边 都选另外一边 就跟你拜登 北约硬干了嘛 硬干的情况之下 我发现一个可能性 可能对台湾好一点的 他们可能会先从北朝鲜半岛下手 因为朝鲜半岛为什么 朝鲜半岛如果动作 有军事动作的话直接威胁谁 你知道吗 直接威胁美国 因为美国有驻军 直接威胁日本 直接威胁南朝鲜 南韩 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以林 我们不是说这个新有七七烟 不是说在那边这个建业欣喜 可是我发现说台湾可能变成第二优先 因为如果习近平要掌握他的这个权力 或者普丁要掌握权力的话 他们两个最大公约数不是在台湾 是在朝鲜半岛 所以他可以直接威胁到日本跟朝鲜 跟美国 所以这个下面好戏上场 一定有军事作为 会在这个东南亚 东北亚 东北亚先发生战争 好 现在东北亚情势 就这么紧张吗 今天晚上 就是今天你才知道 拜登刚刚讲的爱天维修 还有乙齐院 三个人要在大卫营会变 而你讲说 那就是亚洲版的北约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刚才董事长讲到说 可能北韩会相对也比较有战争的压力 的确 目前为止 中俄真的是完全结在一起 那这几天的时候 中俄他们在哪里 在东海进行联合的演习 在东海 日本已经跟他抗议 所以你看 中俄在演习 在东海演习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为什么 因为相对应的一方 你看中国俄罗斯还有北韩 他们显然是结成一块 好 那你的对面是什么 对面当然就是美国 这个日本跟南韩 三个国家就结成一块 所以现在三对三的局面 反而是这个地方是比较 压力比较大的 好 那么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他们在大卫营见面的时候 听说了 目前为止他们会发表一个 叫大卫营宣言 那大卫营宣言会讲到什么呢 第一个 他们会讲到说 三个国家我们未来 要分享所有的飞弹的资讯 导弹的资讯 我们要完全分享 对 任何 我们要一起分享 再要加强同盟的关系 联合军演 军事热线 这个都要弄 都是军事的 都要弄起来了 另外就是半导体的这个合作 或是科技的合作 所以三个国家 其实经过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大卫营之旅之后 我相信三个国家等于是 没有北约之名 也已经有北约之识了 他们三个就是小北约 三个都要一起军演 那同时之间 还会把周边的国家再拉进来 所以今天的这个会议 关键在军事 我的飞弹导弹的这个讯息 卫星的讯息 未来整个军演的讯息 都在这个 对 那坎贝尔就说 大卫营只是三个国家 意识到面临的 共同的安全威胁的第一步 然后美日韩领导人 对于国际地缘政治的 共同看法 促进了美日韩关系的 进一步加强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大卫营之后 我觉得这个亚太版的小北约 尤其是以日本 韩国跟美国 三个国家为核心的 外加阿克斯 然后再把菲律宾拉进来了 这个小北约 其实虽然嘴巴不说 但是其实是已经真正成型了